好,咱们今天修一个这个1.3公分的这么一个灰灰啊,超厚超硬,咱们先修厚涂一步一步来 像这种的话就已经根都非常活了,比较严重的一种灰灰 所以说当你有一个小灰灰的时候啊,一定要及时处理 现在咱们这个双脚是一对啊,一对 先给它打打薄啊 像这种灰灰啊,里面就是说都是一种群菌啊,群菌 来,给大家拿一个近距离的镜头看一眼 黄色跟锯末啊,有点像这个,这个这个死死的那个颜色啊,死死 接着坤啊,接着坤 有些兄弟可能会问这个修这样疼不疼啊,其实还是很享受的啊,非常舒适 完全无感 就是说修这种脚要是明月来修的话 直接就是能修睡着啊 边修边睡觉,一点是无感啊,一点无感 咱们也没有打这个小妈妈 也没有这种,咱说啥呢,这种捆绑的方式啊,都没有啊 今天就是说,享受的这个舒适的修角 明月修角 非常漂亮 这一片的话正常咱们是二两水的白开水,能泡一杯啊 灰之甲味的茶叶 来,咱们把这块卸下来 这块应该是个极品啊 这块应该是个极品啊 这就下来了 这就下来了 原来根连的比较深测 所以咱们温柔一点 尽量别露出来西瓜汁 明月啊 再稍微薄一点啊 再稍微薄一点 然后涂咱们精华液的时候好吸收 留点底啊 留点底 修太多的话 涂了这个精华该疼了 咱们多少留点点 这种情况一般就是 好湿成双 涂半个月啊 一天两次一次两回 半月之后 咱们下视频给它接上啊 留个印记 留个印记是留哪份呢 我们留着它那个指甲吧 脚趾的印记 第二个能压在第三个上 好嘞